韓國人超過最新消息了 美國中型局局長博恩斯演講說被問到了 中國是不是有可能攻台相關的問題 他很老實的講了 其實根據情報知道了 習近平確實要求解放軍準備在2027年之前要攻台 但是不代表他已經下定決心了 不過習近平對台的野心不應該被低估 中國政府的歷史上和台灣 他已經很明顯了 我認為他很明顯 他已經看了很慘 他在香港的歷史上 他看了很明顯 這位中國人是從事實上的 歷史上的歷史上 我們知道是在討論的 特朗力的 他在討論的 民主黨的兵力 都能夠為了 2027 做成功的成功 現在那不代表他 他決定在2027年或其他年來 但這是他的重點和目標的重點